走进位在奈吉利亚大城Lagos的工作室 雕刻家James Olo是这里的负责人 仔细地检查工匠制作的面具 这些面具都是Olo所独创的台灯的一部分 和工匠一起小心地黏妥灯罩 装上灯架 这位雕刻家所发明的台灯 同时有多种功能 一方面照明并且美观很有艺术感 另一方面也装置有收音机 想要附证非洲传统的说书跟民间故事 在非洲民间流传的故事都是靠口传 从老一辈的口中告诉年轻一代 通常是在一天要结束的时候 这些故事都预含有重要的人生价值观 Olo到西非许多乡镇部落 去搜集研究民间故事以及面具的形式 在汉工作室的工艺家 共同合作 实现脑子里所想象的多功能 台灯蓝图 称为艺术保存者的说书灯 一座台灯内建有大约19个非洲民间故事 同时也是收音机 Olo所创造的艺术保存者的说书灯 搭配有21种不同造型的面具 售价从150元美金到700元美金不等 大约新台币4500元到21000元 结合照明灯具和传统面具 这些巧心独具的作品 最近都在拉高斯市的国家手工艺及设计艺朗中展出 有超过100件作品参展 担任说书声音演出的索兰克 也出席了展览的开幕 并且表示很荣幸可以参与这项计划 认为Olo的发明将渴望向年轻的世代 宣扬传统文化 参观展览的年轻一代也很喜欢这样的形式 艺术家发挥创意与巧思 巧妙结合不同元素 为文化延续开创多元契机与途径 记者读戏 陈明文 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